雷霆能碾压火箭PK勇士,只因他们这笔交易太牛,篮球评论员查尔斯·巴克利认为,雷霆在经过2018年夏天的运作过后,现在实力排名第二,仅次于勇士队,而且高于火箭,巴克利不是第一个夸赞雷霆夏天运作的专业人士。 此前NBA官网撰稿人大魏阿尔德里奇也认为雷霆是2018年夏天最大的赢家,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分析的话,雷霆确实是2018年休赛期最大赢家。 首先,雷霆成功续约保罗乔治,让雷霆拥有拉塞尔雷斯特布鲁克,乔治和史蒂文亚当斯三巨头,在乔治续约之前,很多人担心他会去胡人,因为在乔治2017年夏天要求步行者交易他的时候,把胡人作为唯一目的地,并且声明,无论交易到哪指球队,他都不会续约的。 球队当天连选秀现场都没去,一心陪着保罗乔治,只为他能续约,最终乔治在自己的自传里决定跟雷霆续约,小编觉得雷霆能续约乔治,有以下几个原因。 一、乔治自己2018年季后赛打得不好,尤其是关键的第六场比赛打得尤其糟糕,他感到很自责。 二、雷霆榜首汉将安德烈·罗伯森膝重伤赛季报销,让雷霆的整体实力下滑。 乔治看在眼里,认为雷霆2017-18赛季没有达到上限。 三、维少是非常不错的队友。 四、他认为雷霆还是有很大的夺冠机会的。 五、雷霆除掉了卡梅隆·安东尼的合同,得到丹尼斯·施罗德,成功解决第六人和替补得分完级。 这笔交易让雷霆的实力超越火箭,在西部禁止于勇士队,雷霆的第六人和替补本来不是问题,但在詹姆斯·哈登和雷吉·杰克逊相继被交易过后,这就成为他们最大的软肋。 雷霆2016年西部决赛输给勇士,2017年纪后赛输给火箭,2018年纪后赛被爵士淘汰,主要原因都是因为缺少一个合格的第六人,缺少一个稳定和强力的板凳得分球员。 施罗德现在终于弥补这个空缺,让雷霆成为真正的超级强队,而施罗德只有24岁,你们觉得呢?雷霆这个赛季有戏吗? 不是, movimento的关系,现在还是揠得更多 不过我们今天规rov的关系。